《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家長 我們今次又來講一個新的題目 我們今次的題目是講家長怎樣去理財 除了家長我們會講一些小朋友 今天我們有個嘉賓非常之好 我們聽到關曉濱先生 關先生就是一個專業理財的顧問 我們今次嘗試在不同的角度裡大家談 相信很多家長大家都有個疑問 當你太太懷孕的時候 第一個很大的苦惱就說 究竟她是一胎還是兩胎呢 今天大家都知道 未陀佛找個嬰兒就立即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要去掛號了 如果不是的話就連生子也有困難 但是問題 那個題目好像剛剛才開始 一聽見生子除了要那筆醫藥費之外 有床位 大家就開始想 那個嬰兒供書價我就要很多錢了 早期的顧伯告訴我們就好像要400萬 今時今日物價通漲 到你的嬰兒出生要讀大學 我真的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說不如關先生 我知道你有很多經驗 在外面就見到很多家長捉住你問的了 我想你從小到大慢慢說 不如說一下你身邊 如果你發覺有些朋友 現在準備結婚有嬰兒了 請問你會有什麼提示給他 其實在一個金錢世界裏面 你不開都是金錢的管理 如果特別要針對小朋友讀書那裏 我最近聽到有個數字 是 他說如果由現在開始要儲錢 為小朋友 因為香港就12年免費教育 12沒錯 遲些有沒有機會15呢 我們就不知道了 我們用回這個大前提第一 主要是想想 小朋友的教育 我們基本上是主流在大學教育 的準備 應該大學的教育 經費的準備 最近聽到的數字 你都不少得過600萬 600萬一個? 對 嘩 這麼厲害? 我只知道澳元就升了很多 當年我記得400萬的時間 那時候說5-6元的兌換率 今天就已經8.3元 現在你說的數據 我就不知道從何而得 要搞到這麼多錢 是的 其實香港 我在這裡說的數字 我估計大家都是期望的小朋友 離開香港讀書 那個的準備 即是一個優質的教育 當然香港的教育不是優質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經常都很想 我們的小朋友能夠 能夠所謂叫做 淹個鹹水 在外國的視野 涉業多一點 是的 拿大學學位的基本的想法 不過我仍然在說 小朋友 要養大一個小朋友 真的有很多錢 除了你的青春 放在你身上以後 你為他準備的經費 其實就是 起居飲食 其實已經不少了 不過比較具體一點 有期望我們下一代 能夠做到我們做不到的工資 又或者他期望他能夠長大之後 能夠有所成就的話 基本上這個是很明顯 為下一代去做一支子女教育基金的儲蓄 這筆的金額是不少的 不過當然 我們這個夢好像很遙遠 但是在過程裏面 都是那個原則就是 越快做儲蓄計劃 越著數 這個題目說得好 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越快做就越好 但是越快做 究竟我們的準備如何 近日大家如果在電視的新聞裏面 都不難發覺 多了很多理財的顧白 讓大家知道 因為大家都知道原來要組作準備 如果不是的話 到明天要用錢 今天就沒什麼辦法 但是問題 如果你說我們要組作準備 先說幾百萬這麼可怕的錢 就除了我昨天買了一家豪宅 今天就升了170%之外 就沒什麼機會 突然之間有幾百萬的貨幣 應該是要怎樣呢 在理財角度裡面看 就是我們的財富可以分四個階段 第一層很重要 我們容許我們所謂的財富金字塔來看 第一層就是做好的財富的保障 所謂的財富保障 不外乎是我們生命健康 保障我們的工作 各方面的準備 甚至於我們的衣食住行 第二層就是財富的累積 第三層就是財富的增值 從累積到增值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範圍 往往很多人相反 這兩個層面 累積和增值是很強化的 因為大家明白 儲蓄為財富要做功夫的話 永遠都要累積 但是剛才我說的第一層 保障是很重要的 保障可以一下子之間 把我們儲的錢 如果不做好的話 在理財裡面 一個叫防守性的理財 如果不做得穩的話 一下子 你將所有儲蓄的錢 不需要就沒有了 所以當我們做好 我們穩陣的財富保障之後 累積永遠是要時間 年輕人我經常都說 你要為你自己儲蓄做好第一桶金 意義就是 因為我們真的講投資 想金錢發揮效應的話 能夠由一桶金變成十桶金 其實 無論如何都由一桶金開始 不是由一元開始 所以一定要儲蓄到第一桶金 像樣的話 你才可以想下一步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經常跟別人說 你真的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 人儲錢 或者人要做財富管理 一定要由一個目標開始 剛才一個很具體的目標 為子女 真是我們下一代的教育 要不就是目標 拿著數目的話 就真的好好問問自己 我以前做好儲蓄計劃沒有 說實關先生 大家都明白 你先頭說得好 如果我有儲蓄的話 就應該早作準備 但是現在大家都明白 我們這些年輕的父母 那些他自己都是一個很參玩的 青年人來的 其實來講他都是 這些電玩 你見到 隨時有一個新的電玩 就馬上買了 然後我們覺得很多無謂的花費 很多時候都這樣去 我想都很難積累了你的底筒金 是啊 所以人生都是在講這些基本功 是 我仍然很強調 就是真的有 如果 除非我們沒有一個人生的目標 或者沒有一個責任在 很多人就基於沒有體重自己的責任 或者忽略自己的責任 沒有責任的人 基本上可以很多事情都不用做 但是如果有責任 而忽略責任 或者輕看的責任 這個就是我們的問題 相反 如果當我們覺得這個是我們被為父母的 就是我們以為子女的教育要做一些準備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的責任 當我們有責任的時候 我們的生活真的要做一些 肯定性 或者很堅決的一些變化 包括剛才的消費 一定要做 因為這個世界上 有得就有失的 很多誘惑的 很公平 你得了那樣東西 你自然失了那樣東西 相反 其實我也見不少 其實 所以我們經常說 結婚 甚至有我們的下一代 其實這些是人生很重要的關口位 真的要想清楚那個代價 所以現在很多人害怕到 婚又不結 只是兒子又不生 經常養狗養貓 是啊 但是沒有辦法 有時有些事情我們又不能說回頭 既然已經將準備為人父母 或者已經為人父母 要考慮教育基金的話 除非他真的有其他事情 重要過這個責任 如果不然就沒有辦法 首先第一件事就恭喜你 你已經準備為人父母 亦都願意 走上這個人生裏面 一個新的階段的時間 組作準備 開始了 我們點作準備 第一件事你叫我找個第一桶金 穩定的工作 然後有良好的健康 可能吃好一些水果 做多一些運動 強化自己的身心 可能還要有些防守性的預備 不知道要不要買保險 是啊 我猜這些是少不免的 當然每個人要做的功夫 都視乎他對他自己可以承擔風險 我猜責任有多少而去定 今天你的看法 可能不跟我的看法 但無論怎樣都好 我覺得或多或少 只要覺得自己想做好一些穩陣的功夫的話 其實永遠都是有一個理論在 不過你要為那個理論 走上實踐一步 做多少就視乎你自己 講起理論 我記得我們曾幾何時 在過年的時間 就講一些小朋友 紅風包的時間 怎樣花錢 我們曾經講過3S的理論 發覺有些家長都說可以的 他們都在用 其實那個3S的理念 即是講將三分一的錢 就儲起來 三分一就花了 三分一就分享 這個概念 究竟行不行得通 在今前的學問上 如果教小朋友下一代 其實不止3S的 應該還會闊很多 不過我同意 剛才最基本的3S是好的 因為一個小朋友 要教我們下一代理財 當然這是我首要責任 我們的父母 其實要教我們下一代理財 其實我知道 我體會到是有困難的 因為其實看香港的 現在香港的形態 我想在這裡洩獵少少 因為香港其實 雖然被稱為世界的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 但是其實香港由頭到尾 就是那個理財教育 由頭到尾都是被忽視的 父母其實大部分 剛剛成長在 如果沒有計算錯誤 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年代 成長的 這個年代 在這個年代 是一個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 大家經歷過如此老闆的日子 使用錢 基本上都不用妄署數字去做功夫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是很難說要學理財 所以在那個年代裡 從來沒有人可以提 要理財 因為基本上都不需要怎樣理財 所以其實是很難說 怎樣教下一代理財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這樣的根基底下的話 剛才的3S是一個最基本的 教育小朋友 當他有一筆錢在這裡 基本上用這三樣東西 其實是對準四個方向的 大家記住這四個方向很重要 我們教育小朋友理財 這四個方向很重要 而且這四個方向剛剛是兩個 是兩個不同的主流方向 就是做到為己為人 為現在為將來 這就是我經常要提醒我們的下一代 當我們做理財教育的時候 或者理財功夫的時候 當我們有筆錢的時候 我是不是只是為了自己 原來不是 剛才share那部分是為人 我又不是為現在 那麼簡單 現在太多人為現在 因為沒有將來 但是當然不是將來 因為沒有將來 或者沒有人提醒他要為將來 所以要做儲蓄 儲蓄永遠是為將來 成人之所以要繼續做功夫 為什麼政府要製造強積金出來 其實都是要盼望將來有一些日子 可以覺得舒服一些 所以理財教育就是這四個方向 教育小朋友每次有一筆錢在手段的時候 或者要做一些金錢管理功夫的時候 不妨問我們下一代 你沒有做到就是為財 原來不是 我都可以為人 你只是為現在 不是我都為將來 其實相反 如果搞得好的話 你讓他想到就是先為將來 再為現在 因為將來不是我們控制範圍 明白 防範於美然 即防機 這就是我們古老 一路的聰明智慧到金錢 你先頭帶出了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要為己為人 為現在為將來 基本上我們都明白 但其實我們又好像聽回 家長自己本身個人處理財務的能力 似乎每個人都很認識 大家也都明白 先頭在說 強積金都是為將來的 但那個強積金已經生效了十年多了 我聽見身邊的朋友 都很多都不理會那個強積金 連積金局都叫我們 拜託不要放在鞋盒 大家要看一看究竟 會不會那些錢 反正都65歲才能用的時間 會不會有個好好處理的辦法呢 那有沒有一些辦法 我經常都聽見 所有小孩子都是跟著爸爸媽媽學的 包裹那些丫丫的 剛剛開始的 我們應該要給他們什麼提示呢 其實如果能夠做到 其實儲蓄是中國人一種美德 就算我們看回現代人 我們仍然很崇尚儲蓄 是一個好的一個習慣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之所以不成功 就是因為我們養成不了習慣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現今這個物質的年代裡面 是令到我們做這些基本功 因為在以前的年代 為什麼仍然可以 問題不大 就是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要消費 也沒有那麼多吸引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你看到一些大人 特別是爸爸媽媽那些 賺到錢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要處理 除了意識之行之外 就是儲蓄了 其實可能在五六十年代 那個年代 他們所謂做儲蓄 其實可能是在投資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過是不會輸的投資 這個年代 我記得身邊那時候 那時候的朋友 那些爸爸媽媽 就要是做幾份工 然後就因為做幾份工 當然自不而沒有時間去消費 他每年的大價 就是那些叫做大時大節 端午、從養 那些才有價放 平時不會 而現在我們雙優日 沒有那麼多地方 花錢 沒有那麼多時間 他們傳統的中國人概念 有個鬥比較好的 所以他們的投資 很多時候就是 當你儲了錢 就是賣屋 所以那可能是 你說那個不敗的投資 是的 而且在人生裏 其實有很多 生活小節 我們沒有留意到 其實我們以往 就因為沒有那麼多吸引 比較容易 我們叫做比較自律 而且都很願意去 承擔自己責任的緣故 所以問題不是那麼大 但是正正是現在 太多物質的引誘的話 令到這些 我們基本上 生活觀念 或者怎麼正確 怎麼生活呢 其實我是下一代 你問一問 其實都沒有人 怎麼教他們 怎麼生活 所以包括在起高任實裡 跟金錢有關係的問題 就只有越來越多 因為其實你想想 就算怎樣花錢 怎樣去儲錢 有多少個家長 又教過下一代 說起洗錢和肚錢 我就想問一下 第一件事 現在有些小朋友 幼稚園 那時候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全部都不是媽媽 帶就是姐姐帶 所有器具飲食 不需要用錢 這個概念 到小學 開始去上學 這樣的時間 就開始有零用錢 零用錢 其實我想問一下 現在今時今日 小孩對金錢的概念 是否據你的認識 由小學開始 我自己這樣看 很多家長都會問一個問題 所謂理財教育這個名字 你說是一個很新興的名詞 又不是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認真去正視這個教育 其實都不是很長時間 很多家長都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什麼時候開始 給私朋友接觸錢 當日所謂接觸的話 我估計家長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給你認識一下錢 所謂自由錢 第二不是 給你自己學一下 怎麼用錢 這是另一個學問 你問我的話 什麼時候給小孩去認識錢 當小孩見到錢 手上碰到錢 聽到錢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這幾個取向 我都要即時 要教小孩關於錢的學問 這個問題 因為你知道 我們現在的幼稚園都很厲害 幼稚園就已經帶了出去超市 走去走 然後就告訴他們 蘋果就是3元 已經有錢銀的概念 那一刻 但那一刻我就不會給錢 如果你說有錢銀的概念 我就應該教他理財 就變成幼稚園開始了 如果真的去到那個階段 其實真的 我見不少學校 特別是有錢 帶小孩去超市 去商場裡 真的給他們感受一下 其實那些是 金錢的兌換 金錢的價值在哪裏 但是其實呢 我覺得有一個更加重要的責任 當然 我現在說這個 所謂金錢的觀念 說不只是小孩 教他怎樣兌換錢 或者錢可以買到什麼東西 這麼簡單 而是他真真正正去認識 一張鈔票 或者一個貨幣 其實他真真正正的價值 是有多大呢 其實很多人不太知道 不如我們玩一個簡單的遊戲 好 不如問一下 不想你有沒有20元 不如拿你的一張 好 沒問題 我就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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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元也可以嗎 20元也可以 20元 20元 這張不是我的 這張是 是 這張20元 是 真的 這張不是道具 那怎樣 不如這樣 不如請你看一下 一張銀子平時 或者這張20元貨幣 平時我們很少拿著錢去認識一下 是 不如 讓你看看一張銀子 或者叫鈔票 是 平時你少留意的地方 你今天看到的 我一般 我一般 好 我看到 通常那些20元 當然有兩邊都寫清楚 OK 四個角都寫著20 是 這張是因為施展銀行的 有它的標誌 是 然後哪個簽法 這些 左邊右邊有防疫特徵 這些 什麼時候出 印製這些 都知道的 OK 我們回到剛才的問題 哪個簽法 這個是總經理 Hong Kong Band 這個總經理 是 這個簽名 是不是你的 這個簽名 不是我 這個我只知道 他承諾到時給錢我 OK 承諾給錢 你覺得這張銀子 屬於你的 這張銀子屬於我的嗎 這張銀子 我辛苦努力找回來的 這張銀子不屬於我的應該 這張銀子不屬於我的應該 價值就屬於我的 這張銀子就是純粹一個證據 我可以擁有等值的東西 我和你買東西你就信去 我就信去 OK 好了 即是說這張銀子 其實有兩種權出現了 是 一種叫擁有權 是 一種叫使用權 是 擁有權就是你 擁有權我相信是匯豐銀行 OK 應該是政府的 不過政府是邀請三間發鈔銀行 發鈔銀行 是的 即是說原據說 這張其實如果我們用了 我們只有使用權 其實嚴格來說 這張是政府借據 借給你用 不過你有一個權 就用這張二十元 兌換到二十元的東西 是嗎 我在想著 我有另一個問題 我現在手上那張 是人民幣和美金的分別有沒有不同 那個寫著 那張是人民幣 是 那你看看 人民幣我見不到有任何東西寫 只是2005年印發而已 中國人民銀行就是這麼多 沒有任何東西寫 是的 鈔票本身其實就 大家都看到 或者比較少留意 其實 為什麼要簽名在這裏 其實 想告訴大家 其實你只是一個 借用權而已 使用權 人民幣很明顯 它沒有的話 大家都明白 整個人頭都在這裏 就一定不是屬於你的 所以其實 剛才問得好 既然這張銀紙 不是屬於你的 但又待在你那裏 是 其實 我們有使用權 是 但是沒有擁有權 因為其實 嚴格來說 如果你擁有就慘了 有問題 你可以隨時簽名 撕破它 但現在侵犯不行 我們選委都好像犯法 是的 簽名都不行 所以 因為你沒有擁有權 我們說回擁有權不重要 但問題 就是 你可以兌換20元的東西 換句話說 這張鈔票 當它面前有碗叉燒飯 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這張鈔票就有用了 就拿去換一碗叉燒飯 對 換句話說 當我需要這碗叉燒飯 這張價值就出來了 我們再說遠一點 就是 原來這張鈔票的價值 是我給過它 因為我有這個需要 所以我就需要這東西 如果我另一個角度說 如果你說 好像沒有什麼用 你說到好像 都不是我的 如果你說 我給你10箱 10箱 不過推你去孤島 大家明白 拿去孤島沒有用 因為 草子沒有什麼分別 有用途 一把火燒了 取暖 還有有人救你 煙火有人救你 即是說 當我們什麼時候有價值 就是因為我們有需要 所以有價值 所以其實我們要教我們的下一代 因為金錢的價值 其實對準是對準前面的需要 或者想要的東西 搞定這裡 其實這些 其實我們看一看 其實很多人 其實他不是賺很多錢 但他一樣可以很滿足 原因就是因為他對準前面 需要和想要的東西 其實他已經搞得很清楚 所以這張差別的價值 是我們給他 父母怎樣看這張差別的價值 就很影響 我們下一代怎樣看這張差別的價值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既然這麼重要 我想我們要浪費時間去思考一下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去談 好的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是什麼你 iRea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聯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好 剛剛我們說完這張銀子 那個不是使用權 我們說有蜜肉的地方 叉燒飯 我就可以換了它 好 小孩子對這個概念 都未很清晰 最多我喜歡吃糖 然後就拿爸爸媽媽去買 就是這麼多 究竟我們什麼時候 可以真真正正去教小孩 怎樣去運用這些錢 小朋友唯一的錢 比較主流的 我們叫零用錢 所以其實我們在問 什麼時候應該開始給零用錢 我建議家長要看 一般家長都應該要看三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 其實小朋友 他有沒有行常洗錢的需要 因為我說行常洗錢 要知道每一天 基本上都有用錢的需要 這個家長值得 要跟小朋友一起談的 第二個要留意的就是 看看自己家庭經濟的情況 因為我們很難跟其他家庭的父母 或者小朋友來做比較 因為有些有錢 就容易做貨 做到金錢各方面的功夫 我們見過有些五六年級的學生 他平時利用錢 可能沒有 可能只有一天 這個就是 第二個很重要的元素 要看就是看家庭經濟 第三個也是我們容易忽略的一點 就是小朋友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自管能力 就是 自管這包括管理很多東西 如果那個小朋友 哇 很便宜的 回到來亂丟東西的話 我都見不少小朋友 我自己都小朋友 很小時候都有曾經試過 就是 給他的錢 你左手給他 轉頭右手給他 就告訴他 不見了那些錢 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真的要三私 值不值得給他錢 如果縱觀三個的 剛才的因素的話 我覺得 小朋友如果一般來看的話 一年級其實可以想一下 一年級 就可以 就說給少少零用錢去 是的 但問題 你先來講 有沒有日常的生活需要 我相信小學的 最多不是走戲 都是那個 小息的時間 就是買個麵包 那些情況的需要 應該不是太大的 但問題是應該怎樣 是給一次過一個禮拜 一個月的零用錢 一次過給他 還是怎樣 是給二十塊 五十塊 還是給多少 其實剛才提到 小學一年級的原因 就是因為 明顯和幼稚園 有很重要的分水嶺 因為幼稚園沒有小息 可能上學後都會有人拖著 全部都是 但小學明顯不同 小學的自決權 或者他的空間 或者他就算上學時間 很簡單 他已經有五線時間 是的 有課學活動 這些都是 他可能有其他需要 也不一定 剛才提到的 就是 如果小朋友 要有人用錢 父母應該怎樣給他 才對 對我來看 其實利用錢 要給小朋友 其實應該要盡量做到 當然要漸進式上 做到好像大人的收入 這樣的概念 這樣想就對了 所謂大人的收入 就是定時定額 即是定時定額 譬如我怎樣 我怎樣跟我小朋友協議 譬如張丹 我是否應該看 他每天只有一個小息 或者兩個小息 我計算過 應該買個麵包 或飲品 然後應該一天都花幾元 不過問題出現了 現在的學校已經全部 不是用錢 是的 已經用過 是的 用Smart Card 或者八達通的東西 我們完全沒有錢 這個概念 這還不算 總之我剛才說的 是縱觀 在數額上 可以值得跟小朋友計算一下 因為有些小朋友 大家的生活的認識不同 有些可能 早餐都要準備 即是家中都準備不到給他 他自己也要準備 所以值得跟小朋友 去計算一下一天 其實由早上開始 平時每一天 他有哪些地方是用多少錢 真的要跟他計算一下 當他計算過 然後家長就要預算 多一些 給他在虛位裏面 做一些儲蓄 那 只要付多少錢 其實是有一條公式 可以試一下計算 不過問題就是 我說回 應該怎樣付 多久付一次 剛才我說過 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定時定額 因為小朋友 你要做到理財功夫 又讓他學習管理金錢 的話 不可以按心情 更加不要按你的時間 又或者按他特殊的需要 而給他金錢 因為這樣他管不了錢 所以我建議 就是定時定額 不過怎樣定法呢 如果小朋友 如果他的金錢 管理能力是好的 時間是可以長的 舉個具體的例子 如果他行常 每天都會 例如你計算過 每天都是給 小學一二年級的話 每天給兩三元 你可以 做一個中庸之道的話 通常我會用一個星期 做一個結算 即是說 三七就是二十一 大概二十元左右 每一個星期給一次 我覺得是挺好的 但如果有小朋友 比較惡劣的 因為平時你計算的話 你擔心他第一天 要用完七天的錢的話 你可能考慮一下 每天給他 不過又帶來問題 你家長常常要儲散 我想這個話題 就是每一個家庭不同 我那時都聽過 跟家長分享過 都問過 怎麼給錢去 也有家長跟我說 我真的每一天 這樣給他 然後他說 他也管理得不錯 有空間 調升到一個星期 給他一次 然後慢慢慢慢 他說從小一到小六 慢慢慢慢 到六年班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一個月 給他一次 按部就班 我覺得都不困難 現在我們就開始發覺了 問題多多 先頭都說 有些在涼頭的時間 已經花光了 有些就因為要喜歡 你叫他儲蓄 不過他又儲蓄 我們買了其他 有些家長有很多意見 因為他買了這些東西 通常那些家長 都不會給錢去買 他才要自己儲錢賣 那些又怎樣處理 都是仍然融讓他 有心頭好 會自己慢慢儲下來買 還是怎樣 我猜當然 既然零用錢 給他 那個擁有權 應該是小朋友的 不過當然 我們要做監察 剛才說的利用錢 基本上我們真的要教小朋友 要怎樣去分配 因為分配 怎樣去分配才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現在很多年青人 甚至很多大人 之所以理財理得不好 就出現這個問題 人不懂得去分配戶口 其實就往往出事 舉個簡單一般的例子 就是我們收入基本上都是一個帳戶 所以一個帳戶 意思就是 你會有一個戶口 專門將所有的收入 放在 可能自動轉帳 對 但問題就是 這個並不困難 但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不把戶口 去分配 或者做allocation 的話 就出現了什麼現象 就是 你將會出現 如果不做 只剩下一個戶口 吃是這個戶口 睡也是他的 NPF也說他 存錢也說去旅行也說他 問題來了 你有沒有一個很重要的定力 能夠維持到 當它每個月是一次出糧 你能不能夠好好令到這塊錢 在三十天內 都是按需要 按你的計劃裏面 去做一些安排 這個是困難的 這樣就是 只是看定力而已 是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要教下一代 就是說 當有收入的時候 或者有營養子的時候 即時就做好分配 簡單的說 分配就是做好一個儲蓄 要做一個基本消費的第二個戶口 第三個就是彈性消費 大家都明白了 我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看到了 儲蓄必然要做 甚至是第一件事要做 做多少 儲蓄額呢 我的看法就是最少10% 最少10% 這個是有理論根據的 很多專家研究過 10%的意義在哪裡 這個是最少 基本消費就是要計算到 平時的起居入成飲食裡面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百分比 在這裡 這個其實我 我的小朋友做得到的了 最後就叫彈性消費 彈性消費 剛才我說過 就是亂拼亂用 如果你就算 沒有什麼計劃的話 你可以用 也是可能在戶口出問題 但是無礙於做主軸 不會拿些食飯錢 走去做些無聊事 或者本末倒置 去消耗了一些無謂的事情 結果就要自己 以後日子要自衣熟悉 那麼三個基本戶口 我就覺得可以解決到 在當前 如果夠定力 當前第一件事 去將錢去規劃的話 它各有各的用途的話 其實這個是最重要的功夫 所以我們同樣一種教我們的小朋友 要在小時候 由最簡單的兩個戶口 就是儲蓄消費 如果當大一點的話 消費拆兩個 一個就是最基本的 他要計算過 最基本的那些 是不可以動的 因為食物是他的 我們有時候很重要的 都是他的 其餘那些 當然家長有能力的 或者有需要的時候 都可能在這個戶口 所謂叫彈性消費戶口 去了解一下他怎樣 因為都要搞的 所以如果做好這個安排 其實我們唯一要擔心 就是擔心他怎樣用彈性消費 當然如果他沒有怎樣用的話 回歸儲蓄 這是最基本的 一個理財教育的最核心 一個金錢管理的很重要的學問 今天之所以出現問題 就是全部拿在一個戶口 所以死火就在這裏了 明白 現在你先說了 第一 先儲一成 跟著裏面 再按生活需要就放在這裏 其實一個大家都明白的 他就告訴你 他連早餐都要不吃 不吃的原因 基本上他不是減肥 有些原因 就是因為他過度消費 已經溶突了 所以現在是勒緊庫頭 有些連午餐都不吃 因為亦都告訴你 同樣的問題 他已經洗大了 這些情況 尤其是我看到 中學生 或者現在那些高小的學生 就多了 因為可能他引誘實在太大了 是的 我們這些有沒有多些的方法 先說那些 可能大家 聽聽聽聽吧 關心 不過問題是說容易 很多誘惑 周邊的朋友 有這麼多的 電玩各方面的引誘時間 我怎麼能夠拿得緊呢 當然 其實這裏都回歸 父母會不會多時間 去了解小朋友 各方面的發展情況 譬如剛才 其實如果家長 有機會 在很快的時間裏面 能夠辨識到小朋友 其實他的生活作息 其實是有沒有一些變化 出現了的話 這個是我們 少了後 後面出現問題的可能性 當然 如果小朋友 真的要這樣拿著庫頭去做 在金錢管理上 其實得失 其實他自己是有自決權的 是 不過問題就是說 影響健康 是的 剛才我們要給他明白 就是健康的重要性 其實去到什麼地步的話 其實一代 我的女兒為例 其實他一樣是面對著這個問題 曾經試過為了少少事情 自己去做了一些 節衣熟食的動作 做了一段時間 他能夠做到這件事 當然有他最後背後的目的 如果父母 在這樣的關口底下 看到他其實有另一方面的力量 真的要自己要多些去了解 甚至如果真的這樣的情況的話 要在他的飲食上面的話 要做多些半強制性的功夫 包括要去校內訂飯 那些錢就自然做了一個買飯盒的動作 當然如果他硬要做這件事 他還可以用很多方法 不過我父母 我估計多些提醒 多些關心 在他用錢那裡的話 多些讓他懂得去抉擇 原來人生健康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的女兒 為甚麼最後會改變到他明白 怎樣都要吃十多元的飯盒呢 因為其實他會體會 曾經在一段時間裏面 他學業上是真的自己是倒退了的 那父母 如果你不帶這樣的機會入圍 讓他看到得失 怎樣去自己看的話 其實相反 有時候他買了東西的話 你不跟他 當然你不要那麼快撇去冷睡 因為其實有很多小朋友 他最後的消費 其實你不教他一些消費基本的功夫的話 其實他有很多時候 他們會很後悔的 我們在學校都見到很多 都不是怪的 師兄見慣的現象 先頭你講的那種是其中一種的情況 他真的會節衣縮食 因為另有所討 最後就是 其實G先生都研究過 原來那班不吃早餐的小朋友 就真的學習都慢丁堆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另外一個問題的出現 他們就是原來 就是我們先頭講那些 嘟嘟卡 在學校裡面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用一些 智能卡 八達通之類的情況 對於金錢的概念 就會模糊了 還有這些家長都經常跟我們說 怎樣搞 學校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用八達通 你不用八達通 你不爭了值給他 他又不行 我亦都聽過有些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有些人 利用我 因為八達通是自動增值的 或者是怎樣的情況 他就拍完卡 就請了跟我吃飯 然後收回那些錢 而另有所討 這些家長就拋頭了 自動增值這個問題 我們有時候都叫家長 不要做自動增值 但問題是 額於學校有很多收費 有時候家長覺得都比較煩惱 因為每次入錢都是一些困擾 有什麼辦法呢 這是正常的生態 電資貨幣是金錢演變的必然的步驟 甚至到其實現在已經 還有新的產品出現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時代生活的話 這些新的科技帶來方便 亦會帶來一些不便的地方 我們要克服 在電子貨幣裏面 我猜我們特別是針對八達通卡 父母一定要很清楚自己的角色 當然你既然給八達通卡 給他一個電子貨幣的使用 其實你應該是一個 你已經有一個賦予的權 但同時有兩個責任 家長要留意 就是你要有一個教導的責任 有一個監察的責任 即是你一定要同時都要做好這兩件事 你做不好這兩個把關 你給他就等於累他 所以我建議家長可以這樣 就是這樣去留意八達通卡的使用 我一般會按照小朋友 平時他幾個要用八達通卡 去進行一些飲食食 或者交通各方面的話 我會預約一個押給他 在增值的過程裏面 或者說要做一個儲值的過程裏面 是他自己做的 因為是他自己要用的錢 但問題就是 剛才說的那個位置 是一個枯次地帶來的 我曾經聽過很實在的例子 一個三年級的小朋友 他真的利用八達通卡去賺錢 一方面就是他很快去燒賣布 幫小朋友賺錢 另一方面下來就收幾個折 這個是勾頭的 我仍然在想的是 他既然八達通卡的數字去得這麼快 其實父母應該要了解一下他 他怎樣去使用八達通卡 因為剛才我說的 教導是很重要的角色 你不教導師朋友 去怎樣處理這張卡的話 往往是累事 所以在增值之前的話 或者是給了八達通卡 給小朋友之前的話 應該要讓他明白 這張卡的可用性 以及它的局限性 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 同樣讓他知道 我是一個監察者 我隨時可以檢查到你 只要你是按這個使用的話 其實這張卡對你的方便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 到頭來其實我不如告訴你 我不用這個體系 給你用真金白銀 除了學校真的要用那張卡 做其他的需要之外的話 我的零用錢 我寧願給你十千 因為實際上這一代 我們真的好體會 就是沒有什麼洗錢的感覺 是很累事 特別大人也是 超過名就行了 是啊 挺恐怖 如果不用待次出街 就可以用很多錢 那麼越方便便便是越累事 所以越是小朋友的話 甚至你教導他的同事的話 教導他變相做一些 即是你給他明白 你要做監察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錢從何而來 你不可以不知道錢從何而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疾問 你說錢從何而來 大家就開始近日熱爆的話題 大家就看到連學生都會留意到那些號碼 幾個號碼原來就可以有過億元 然後大家的學生就自己進不了場去買的時間 居然父母有時就會問 買什麼號碼 然後就去買 見到電視有個阿星走出來的時間 就說他不知拿了多少錢的時間 個個就在發聲夢 其實這個是代表什麼心態呢 其實香港在賭博上的話 其實我不太明白為何政府都讓了很多步 如果從一個教育層面裏面 其實現在這個我們說的槓桿式的賺錢方法 即是刀仔的大樹 幾元 二十元雞就可以博到大大不難 已經令到我們下一代不容易負上努力的代價 甚至有報紙 因為阿星贏得拿到幾千萬的話 就很借助小朋友的同志手去做功夫 其實這些一切其實是賺不得到錢是次要 而是個心態其實是重要的 我們其實很容易中了一個很創意的觀念 就是不勞而禍的功夫 就令到我們下一代 其實整個香港的經濟體系的發展 即是說偉大一些 其實是一個很倒退甚至很糟的一個優暗面來的 因為其實我們最怕我們的香港經濟走得太多虛擬經濟 實體上有生產力的一個做法 或者為香港而去提升那個生產力的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好事做過的 所以阿星給我一個很大的提醒就是 阿星拿了一筆錢 其實阿星怎樣做呢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拿到一筆錢你其實也要想 四千多萬突然想想我怎樣用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聽到那間學校馬上 都已經馬上跟同學一起去討論這個問題 創意無限 大家就說到時我當然要吃餐好 然後要怎樣怎樣怎樣買我喜歡的東西 不過其中有個同學 就有一個挺有創意的想法 我不會那麼蠢 我一定不會將我一回來的錢 我一大部分裏面做完善事 他覺得要做善事的 然後另外一部分 他馬上就說買了什麼 買樓買股票 去幫助他繼續增值 就和你先頭說的第一筒金概念 都挺像的 不過我看現在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 現在說從小到大都教小孩子怎樣理財呢 因為我看見一些很悲哀的情況 今天的大學生未畢業先破產 昨天如果你們兩天聽到新聞的話 就看了一個消息 信用卡終於公司都做了一些功夫 就告訴大家最高上限的大學生 只能夠得一萬元而已 就沒有那麼恐怖 現在因為大學生未畢業 就可以批五萬 批一個很高的額 那媽媽說 最初那個小孩子拿了一張信用卡 就說純粹方便去買書 有折扣 因為學校也告訴你 有了那張信用卡 就連學生證都不用待了 就可以有這些方便 有他的申請 但大家都聽到很多消息 家人都為了他的信用卡 很多後悔的事情 都以為他承擔責任 不是他 是家人都幫他承擔責任 這些我們有沒有什麼 可以跟家長分享一下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香港是個三筆地方 所謂三筆的意思就是 在理財教育裡面 家長不太懂教我們下一代 怎樣理財 學校不教 因為沒有課程 政府不理 這三筆不去做的話 其實是誰教呢 其實我覺得慘的慘就是 雙手奉送給二借二環去教 因為二借就信 二環打死也不信 但問題是說 我試過有一天在 我走過開園那裡 即是觀塘那裡 那些賬號 即是借錢 二借二環那些賬號 我數過十六塊 十六塊 我避都避不到 那我其實意味著一件事就是 其實呢 我們要教我們的下一代 是我們的責任 沒得逃的了 那所以 借貸其實是一個 這個債務管理 是一個很重要的學問來的 我們下一代不需要 在債務到日 首先要教好 他剛才我說 他怎樣去分配好的錢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口位 當然 如果現在已經有債務在身的話 就要教他盡快 盡快要脫離在債務的日子到日 所以呢 我也要奉勸各位家長 其實呢 我們要回歸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做義的理財教育的原則 就是 你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明白 因為小朋友其實很重要 他看著你頭 第二呢 當我們實事求是 要教我們下一代的時候 儲蓄 做好儲蓄功夫 永遠是對於將來 萬一有危機出現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口位 各位家長 我想不要先洗未來前 我們做一個好榜樣 香港實在很容易成為一個 不務正業的地方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做好本分 今天很感謝阿關先生 來幫我們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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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等 到